第2491章青龙县世 大帝光辉 抓刷刷一时间 所有人的目光都看向韩非 大师兄 大帝当时他们就无语了 君士略显紧张 难道此死真有什么不为人知的底蕴不成 可是大帝啊 那特么是跟东武大帝一个级别的存在啊 虽然同为大帝也有强弱 但大帝就是大帝 那是逍遥和长生不可逾越的鸿沟 时光神殿那中年人 此刻也是眉头紧皱 大帝岂是你说叫来就叫来的 海界的大帝竖得过来 而不在海界的 恐怕都不知道在多深的新海中 你特么开口就是大帝 装了吧 但是 韩非身后 豁然之间 被一片白雾覆盖 白雾消散后 出现了一扇千丈高的青铜巨门 当看见这扇青铜门的时候 那时光神殿的中年男子 煞时间眸光一致 露出极为诧异的神色 他暗暗握全 心中有了一个不好的猜测 那一刻 国老和黑龙的战斗 忽然停止 看向这边 一件和恐怖女王的战斗 也相继停歇 隔空遥望此地 这龙龙青铜门缓缓打开 而门中被笼罩着一片白色迷雾 散发着隐隐光辉 迷雾中 一道身影静静地站在那里 人未动 是冲云霄 门中人影抬起脚 半只脚刚刚显露 天地间黑云崩碎 虚空迷合 一道氢气 随着那只脚的踏出 横扫百万里苍穹 荡出一切污浊 此那一刻 有人想退 是的 是加大族那边的弟尊 不想看见来者是谁 因为他们知道 自己肯定打不过 有人心道 完了 这思背后竟有大地作证 有人骇然 人未现身 便有震天之事 真要出现了 自己看见了他的脸 会不会被灭口 也有人骇然 这就是大地的威势 距离上一次大地出手 那是几万年前的事情呢 而且大多数人都没有见过 他们不知道大地究竟是何风采 但这一刻 却同时感受到了来自心灵的畏惧 孤独就连韩飞自己 此刻都咽了口唾沫 大师兄亲自出场 这架势 这威压 这出场方式 简直碉堡了 可是就在那些人想退去的时候 却赫然发现 此间大道不受控制 此间虚空无法跨越 甚至此间的时间都被封闭 只听一道清脆干练 略带一丝威严的声音响起 我小师弟说 要见识一下大地的风采 没见到之前 而等有资格走吗 嗡 众人闻言 直觉头皮发麻 心内宛若掀起波涛 完了 这回完了 没想到自己纵横一生 竟然因为算计一个小辈 把自己的命给射了 下一刻 就看见一道人影跨越而出 身着一身轻袍 身材挺拔 额前轻亮 眉如漠染 她的眼眸 带着与生俱来的威严 她的嘴唇 略显暗色 有不微自怒的气势 高耸的鼻梁 轻瘦的脸颊 傲然的神情 看得韩非都有点迷了 但是 韩非第一眼就看出 这哪里是大师兄啊 这肯定不是大师兄 这分明就是四师兄 也就是青龙师兄 整个虚空神殿 符合这气质的 就一个 神月师姐 人家是师姐 亡灵师兄肯定不常这样 天荒野老一看 就是邋遢鬼 下面排名六七八的 都是师姐 老九是虫族 老十雷恒 是霸道无双的类型 能有这般威严的气质的 如说过 这不是四师兄 韩非能把自己脑袋扭下来 那一刻 韩非猛了 他以为 虚空神殿中 大帝极强者 可能只有大师兄和神月师姐 因为其他人对他们还是很恭敬地 但是现在 韩非发现 大错特错 原来青龙师兄 一时大帝 韩非内心激荡 一时间都不知道说什么好 我低个乖乖 整个海界 东西南北四大帝尊 镇压四海 这已经够强了吧 但我虚空神面 一门四大帝 不客气地讲 这份战力 这份强大 岂是时光神殿那小家子气的格局能够比你的 韩非连忙行李 见过四师兄 四师兄比我想象中的要帅多了 韩非倒是没骗人 这样貌 的确很帅 四师兄的外貌形象 不是二十出头的小伙 也不到中年 约莫是三十岁左右 兼具青年和中年之间的年龄风貌 给人的第一眼觉 除了威严 就是高傲 还有一种不可一世和意气风发 完完全全地符合了所谓的青年才俊 相貌不凡这般的形容 此师兄看了韩非一眼 脸上带着鲜微的笑意 那是一种这十次家的师弟那种亲切感 只听青龙师兄道 这么点小事 哪里需要大师兄出面 如果不是小师弟你要见识大帝的风采 让老师来或许更有威慑力 啊韩非听得有点猛 我这边都已经出现了长生镜的敌人了 让雷恒师兄来 这我虚空神殿的师兄们 都强到了这个地步了吗 却见时光神殿那边 中年人面色凝重 一字一句道虚空神殿 青龙师兄看了那中年人一眼 完全就没有看韩非的那种和蔼态度了 只听他轻哼一声时光神殿的确没什么格局 既然要出手帮忙 那就帮来个像样点的强者 你算什么东西也敢安排我小师弟 说话间青龙师兄朝着那时光神殿的中年男子 单手一扣天底间能量涌动 韩非只觉数十万里苍穹能量汇聚形成一爪 这一爪巨大无比 说实在的要比一枚普通星辰都大 爪痕四脉十块 那时光神殿的中年男子 面色大变 只见他身后 涌现一大片时间浪潮 朝着那星辰大手拍去 然而 这还不够 这中年人 这双手一合 从时间长河中 飞射出一道时光锁链 企图扣住这一只星辰之爪 然而 一爪出 时光浪潮 应声而散 时光锁链 只勉强抗住了一秒都不到 就砰砰砰的全部破碎 扑一爪下去 那中年人实难抵挡 身体直接被抓灭 那一刻 韩非傻了 世家大族的人傻了 天族两大强者 心头骇然不已 虚空神殿这几个字 出现在他们脑海里的时候 就已经宛若晴天霹雳 虚空神殿已经多久没现世了 上一次现世的时候 是什么时候来着 无 是雷恒 十万年前 雷恒出世 镇压海界同进无敌手 那是虚空神殿最近一次有强者出世了 后来 听说雷横闯了 心海深处 永恒雷狱 至今未曾现世 现在 虚空神殿又一位新弟子出现了吗 怪不得 怪不得 韩非此人无法无天 实力不过化新后期 却是打得神榜强者赵青龙 抬不起头 原来 韩非竟是虚空神殿的弟子 如果早知道这一点 世家大族这些人精 岂敢和韩非为敌 而天族那边 两大强者 心头悚然 池光神殿的长生镜强者 竟然连一爪都接不住吗 要知道 这中年人敢在这里保下韩非 说明他很强 甚至可以强大到在这么多地尊中间 带走韩非 然而 便是这般强者 连这位四师兄 是的 还不是那什么大师兄 连人家一爪都接不下 他们这些人 送菜吗 乖乖恐怖女王 此刻瞳孔收缩 他之所以出手 那是因为南帝没法出手 他觉得 南帝如此看好韩非 必有原因 或许战神什么的 要重新归来也说不定 是的 他只想到了战神 但他万万也没想到 韩非竟是虚空神殿的小师弟 亏得自己之前 还想吸收韩非进恐怖之都呢 这人家哪能看得上 而恐怖女王不禁懊恼 简直太可恨了 当时自己想给韩非 互道来着 结果被时光神殿给截胡了 早知道韩非有这背景 自己就是贴着脸 都得给韩非多欠自己两个人情啊 现在好了 韩非转眼就把人情还了 现在还欠的 就是南帝那边 今日事后 这人情 可就不是一钱两钱了 一时间 人心浮动 韩非眼中尽是 青龙师兄的那一爪之威 简直太恐怖 无法匹敌 心声无力 只听青龙师兄淡淡道 行了 别装了 我打你 是因为你竟逼迫我小师弟 这是你们时光神殿自己没格局 我出手 是让你常常记性 下回做事 别抠抠嗽嗽的 屁大点事 就想着要回报 终究 这位时光神殿的中年人 在一片时光中重生 但是此刻却脸色苍白 没有反驳青龙师兄的话 主要是 他不敢 第2492章一代天骄之陨 这边 时光身边被青龙师兄一抓打得没了脾气 都不吱声了 那边 就看见一道黑光 陡然爆发出无与伦比的可怕力量 他竟挣脱了时间和空间的枷锁 打穿了无尽虚空 企图钻进去 然而青龙师兄嗤笑一声 手指一点 天地合 好家伙 眼看着黑光就要冲入无尽虚空 此间天地的力量 化作无形屏障 直接锁住那片无尽虚空 下一瞬 无尽虚空的入口被闭合上了 韩非道也清楚 青龙师兄来了 黑龙也就没了火路了 就这位 青龙师兄已经念念刀刀好几次了 每次开会的时候青龙师兄都会念刀一回 现在 黑龙就在眼前 青龙师兄如果还能让他跑了 那就是华天下之大鸡了 黑龙悍然 化成龙形 怒吼道 敖青 没想到你堂堂当代龙帝 竟然甘为虚空神殿的一名弟子 你对得起龙族吗 韩非或人看向青龙师兄 其他人也都纷纷看向青龙师兄 龙帝 韩非唏嘘 听起来好像很牛逼的样子 龙帝什么的 听起来就像是人黄一样 韩非有理由怀疑 青龙师兄 掌控龙族 乃是龙族当代魁首 一族之长那种级别的 这一刻 韩非就更加坚定了自己的选择 果然最牛逼的还是我虚空神殿 随随便便一个师兄 那就是龙帝 走出去那都是面 再看看时光神殿 韩非就更嫌弃了 本想着 如果时光神殿真能够出手 自己也不是不可以在时光神殿里混个身份 正好 自己回头还有点事 要追溯时光而回 这也是他接触时光神殿的原因之一 可谁能知道 时光神殿他没格局啊 青龙师兄淡淡说道 黑玄 你有其宗罪 未占不前 临阵逃脱 谋夺龙族之宝 勾结外族 残害同族 隐不祥脆体 徒露无辜 无以帝名 盼你回归化龙石 口此言一出 黑龙似乎准备搏命 那等契机 静云云有和青龙师兄抗衡的趋势似的 这让韩非豁然明悟 恐怕这黑龙不一定是长生境吧 他遭受重创 刚刚还能振脱青龙师兄的束缚 意味着他现在的实力 可能就强大到长生境的地步 若是这黑龙处于巅峰状态呢 岂不可能也是大地级强者 这不 黑龙咆哮 此间力量封锁几欲被打破 这家伙似乎狂化了 一口黑色龙眼就朝着青龙喷吐而来 因为韩非还在青龙身后 所以 青龙不可能退避 只见青龙师兄伸手一抓 抓出一道荧光灿灿的长枪 这枪是什么级别的宝贝就难说了 但就那一刹那 这一枪 瞬间抽动天地间的力量 竖到能量所 汇聚于枪间之上 那一刻 天地都已经失色 仿佛这世间最闪耀的一点 便是青龙师兄手中 那柄长枪的枪间之上 韩非看得出来 那是青龙师兄故意这么操作的 他放慢了动作 就是为了让自己能够看得清楚 在看见那一枪的时候 韩非仿佛看见了现实 和无尽虚空实现了某种联系 无尽虚空中有能量汇聚于枪间 不 不是能量 韩非或人间神色一阵 能量的取用在快 但是在瞬息万变的战场 汲取起来还是慢了 如果那些诡异锁链样的东西 不是能量 那会是什么 是法则 天地间的法则 韩非脑海 陡然出现青龙师兄的话语 韩非或人开朗 是的 是法则 因为韩非没感觉到 道运的疯狂汇聚 但是法则是天地间 大道的一种外在体现 所有 这一枪 青龙师兄 是在以天地间的法则 作为武器 杀向黑龙 只看见那黑色龙眼 在这一道枪芒之下 从头被进化到尾 直到出现三枚黑色龙鳞 才勉强将青龙师兄 这一枪给接下 这一刻 青龙师兄继续和韩非说道 小师弟 帝尊之境 战法多变 但更多的是 对天地间法则的感悟和掌控 大地强者 你可以认为 他们本身就是一片天地 我就是天地 我主宰乾坤 青龙师兄一边跟韩非交谈 一边和黑龙交战 俩人交锋 虚空破碎 明明是手握一杆枪 却仿佛是手握一片天地 黑龙同样不俗 虽然每挨一下 都是血肉横飞 鳞片碎裂 但他能够挡住大地的攻击 这已经说明他的强大与可怕 而其他围观的人 除了异剑和恐怖女王是逍遥境 甚至是家大族有俩还只是正道境的帝尊 这些人 看得都是身体有些发抖 有些人根本是没看懂 有些人看懂了 就越发的害怕和悚然 实在是 今天的消息 太劲爆了 韩非是虚空神殿传人 龙族大地现世 大地之战爆发 只不过交战百合 那黑龙便被打得遍体鳞伤 万里龙魂 被斩成了好几段不说 他一身领甲 几乎全部崩碎 最终 那黑龙张口突出一枚珠子 韩非以为是内丹 但青龙师兄却忽然浑身一抖 九道龙魂 迎珠而上 那珠子 似乎蕴含恐怖的力量 一个照面 差点就撞崩掉两条龙魂 但是 九龙奇出 九龙扶珠 那片空间 转眼就被撕成了碎片 黑龙骇然 看着那九龙系珠的画面 大喝道 不可能 那是龙神宝珠 是龙神宝珠啊 只听青龙师兄冷哼一声 愚蠢 你以为将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旧物身上 就能开创一片新的天地 让你不入神灵之位 你根本 什么都不知道 扑痴 这一次 青龙师兄在出爪 这是 这一爪和先前那一爪不同 这一爪仿佛有着必胜的心 此爪一出 韩非虽然看不懂 但知道青龙师兄赢了 那是一种绝对的自信 一种根本不需要怀疑的胜利 果不其然 黑龙之魂仿佛一下子就被击穿 刚才不可遗失的黑龙 煞时间烟消云散 等青龙师兄在收爪时 一道龙魂 被其抓了回来 反手吸入了一只青绿色的茶壶内 黑龙被封印了 但应该没死 而这时 九道龙魂回归 尽数没入青龙师兄体内 那一枚据说是龙神宝珠的至宝 就直直地朝着青龙师兄飞来 然后落在青龙师兄面前 这混 只要是个人 应该都能明白一件事 那便是 这枚宝珠 应该是龙族昔日神灵的宝物 也就是说 那是神灵的东西 超越了帝尊这一层次的至宝 韩非也终于明白 为什么青龙师兄心心念念念 惦记着黑龙 为什么黑龙要躲藏在照青龙的体内 这一切 恐怕还要源于这枚龙神宝珠 但是 看黑龙刚才激动的模样 似乎对青龙师兄能够镇压龙神宝珠 感到十分的意外 韩非疑惑 他为什么要意外 他为什么这么意外 难道说以前的青龙师兄 不能镇压这龙神宝珠 难道说 青龙师兄的实力又变强了 韩非也懒得去猜了 反正青龙师兄变不变强 他都是大帝级强者 在诸神陨落的时代 大帝就是最强的一批存在 不论是海界 还是新海 都是奥利于万祖顶端的 就绝对强者 这边 黑龙被封印 龙神宝珠被收服 照青龙的身体 因为承载不了黑龙的力量 早已千疮百孔 这一刻 照青龙已经毁了 青龙师兄只是看了一眼 就微微摇头道 他的潜力 透支了太多太多 应该是被黑龙诱惑了 如果说原来能有 踏入大地的机会 现在能挣到 就已经难能可贵了 讲再见 那就不可能了 照青龙似乎知道 自己没路了 万念俱灰 唯有怒意尚在 所以他愤怒地看着韩非 并喝道 韩非 敢不敢接我最后一击 韩非淡淡说了句 有何不敢 我说过 从你败给我一次后 就不可能再赢了 青龙师兄 饶有兴致 似乎一点不及 韩非心说 对付帝尊 肯定是青龙师兄出手 但对付赵青龙 再让师兄出手 那不是打自己脸吗 所以 韩非一步跨出千里 淡淡道 来 赵青龙似乎酝酿一击 已经很久了 只看见 他浑身血肉炸开 跟着 他的神魂湮灭掉小半 他的精气神异智 甚至 连带着一丝气韵 全都崩碎 跪于一刀之上 青龙师兄看见这一幕 不由得皱起了眉头 其实 这一击 很不公平 赵青龙是以必死之决心 想斩出最后一刀 企图破掉韩非的无敌路 为了这一刀 他付出了所有 所以 这一刀 超越了他之前 所有攻击手段 这一刀 斩出了帝尊之威 这一刀 这证明了他赵青龙的辉煌一生 而韩非 同样拿出了一柄刀 但是这柄刀 和他之前用的刀 都不一样 这是一柄菜刀 上品神器 不敌照青龙的极品神器双刀 但是 韩非六倍实力加持 法向天地迸发 是神拳套在手 他的脑海中 回忆着青龙师兄刚才那一枪之威 天地法则 归于一枪之上 自己之前创大道归一剑 也是这般想法路数 但是自己一直停留在大道归一剑的基础状态 后面一直没去强化推演 现在同样的方法 韩非也拔出一刀 这一刀 诸多大道 刹那间凝聚于刀身之身 这还不算 他韩非现在虽然感觉不到天地法则 但是他可以随意凝聚天地道文 观想着之前青龙师兄那一枪 一往无前 绝对的自信 地上的信念 一时间在交织 只看见韩非的菜刀上 天地道文 瞬间爬满了刀身 一种一往无前的刀 赫然出现 疑 青龙师兄不禁咧嘴一笑 小师弟好悟性 本来就是倾尽全力的韩非 又爆发出此番一击 只见两道刀芒 在虚空碰撞 本以为会争执一番 但出乎所有人的预料 韩非这一刀 竟然压着赵青龙的那一刀 寸寸向前斩去 韩非抱和一声 我就是无敌 你纵然正道 亦不可敌 卡擦 韩非手中的菜刀轰然炸毁 而同时 赵青龙那清理一击 也相继破碎 一代神榜天骄 允第2493章青龙一怒 韩非手中的上品神器菜刀 虽然破碎 他的身上 绿纹满布 见血的血液在往外溢出 但这一击 他赢了 或许 这和青龙师兄刚才的演示有关 韩非不知道 旁人能不能看清 但是他是能看清的 那种出枪的气势 乃是韩非生平建国最强的一个 看见那一枪出现的那一刻 韩非就知道赢了 没有道理的强大 此刻 接下堪比帝尊敬的一击 韩非此刻有点虚 有点脱力 浑身经外胀痛 一身血肉 甚至有崩毁迹象 韩非连忙给自己塞了一团治愈神灰 然后一把捞起赵青龙的两柄黑金长刀 然后手抓虚空 大量神灰绽放 将赵青龙炸开的身体 又给重聚了 哪怕赵青龙已允 但他的本命星辰还在 一个神榜强者的本命星辰 这要是没了 那就是极大的浪费 韩非很顺理成章地完成这些 那边 本来是遇过来帮忙的国老 心头微微一叹 这件事 他其实早就提醒过 韩非的性子霸裂是不吃硬的人 可是时光神殿来人还是太过骄傲 觉得韩非能入时光神殿 是韩非的荣幸 现在 最坏的一件事情发生了 那就是韩非加入了虚空神殿 三大神殿的人都非常清楚 虚空神殿的人最少 但是也最强 能加入虚空神殿 其潜力是绝对没有问题的 甚至说 虚空神殿的弟子要远胜于其他神殿的弟子 而韩非早已证明了他的潜力 并且展露了时光大道这件事 按理说 如果一切都装作不知道 这一次也顺利就下韩非 虽然韩非会抗拒直接去时光神殿总部 但可能并不会再意加入时光神殿 也成为时光神殿的一员 对于这件事 其实时光神殿并不反感 只要你有本事 你就算三神殿都加入了 三个神殿都有你的身份 那又如何 可问题就在于 韩非现在没有接触到时光神殿真正的超然存在 又被青龙这么一对比 显然是看低了时光神殿 再想要韩非加入 那就难了 此刻 青龙身体占得笔直 长枪树立在身前 只见青龙的目光 扫过众人 最后落在一剑和一无浪的身上 淡淡到 曾经 很多势力什么的 都想要在虚空神殿的子弟没仗成之前 痛下杀手 七日 我虚空神殿 征战星海之时 的确有人成功过 这也就有了我虚空神殿户短的习俗 你打我小师弟 请 那我这个师兄来 天足是吧 七日耳足三神并力之时 亦不够无师一人打的 现在 想法倒是挺多 韩非不禁诧异地看向青龙 虚空神殿的弟子 曾经被人暗杀过 却见青龙看了韩非一眼 然后韩非脑海就浮现青龙师兄的声音 昔日 那还是末法之前 诸神隐落之前 虚空神殿诸强 跨越星海 正在升空 然而 就是在这时候 有人竟对虚空神殿后被出手 导致虚空神殿年轻一代 几乎死绝 韩非不禁动容 他当然知道虚空神殿招收弟子有多难 突然 他想起了虚空锤吊树 这门大树 乃是九位王者 合力推演而出 隐生生以辟海之境 推演到了帝尊之境 可见昔日虚空神殿的那些弟子 有多么的可怕 然而 就是这么一群人 竟然被暗害 要知道 那时候虚空神殿可是在征战 不管征战什么 是不是征战不祥 但那也是为了万族而征战 结果有人没过河呢 就拆桥 这谁能忍得住 韩非不由得心生目逸 不过亲蒙师兄安抚道 放心 我虚空神殿 因是那么好欺负的 后来 大师兄归来 一人横推十大神族 徒弟一百八十七 斩皇三万尊 杀得海界为之颤抖 杀得时光神殿和不死神殿不敢现世 孤独 韩非都听猛了 徒弟多少 那是多少年前来着 末法之前 诸神陨落之前 那岂不是距今至少十几万年了吗 韩非不由得骇然 大师兄好强啊 他不禁想象当初那个画面 或许整个海界的上空 都蒙了一层血色 韩非越强 就越觉得热血沸腾 沃曹 果然我虚空神殿才是醉掉的 反观时光神殿 呵呵 垃圾 不过青龙师兄神情严肃道 但是小师弟 师兄师姐 不能帮着你前行 我们都有自己的路 都有自己的看 告诉你这个 是告诉你 我虚空神殿很户短 谁敢是强凌弱 动我虚空传人 就掂量掂量自己那族的人 够不够杀 有多少的血可以流 韩非凛然 崇重点头 他明白青龙师兄的意思 他透露这件事 就是为了告诫这些人 自己乃虚空神殿弟子 以前你们不知道 那就算了 但今儿知道了 以后还敢以大欺笑 那就得好好掂量一下 自己到底够不够格 这一刻 意见合一无浪 感觉后背发凉 浑身都已经湿透了 青龙的一个眼神 都仿佛有神威绽放 烙印在他们心头 大帝 太强了 强大到了令他们窒息的地步 其他那些是家大族的 都只觉得 口干舌燥 真的想立刻 马上逃离这个鬼地方 太恐怖了 给一尊大帝看着 就感觉自己的小命 马上就没有了 却听那周家帝尊连忙道 龙帝大人 我们知错 不过我们几家 本来就没准备 对韩非小有下杀手 我们本只是想问 韩非一些事情的 我等保证 以后定然不会和韩非小有为敌 对对对 以后韩非小有便是我等大族的上宾 没错 龙帝大人 请您息怒 世家大族这些人 圆滑得很 主要是不要脸 从小到大 见面的场面多了 这种事情你硬着头皮蟒 那就是毛坑里打灯笼 找死 幽灵海峡那边的人 也连忙回应 龙帝大人 我们幽灵海峡和韩非 也只是弟子间的小矛盾 我其实只是路过而已 几个世家大族的人纷纷无语 神特么路过 有你这么路过的吗 一见那边 虽然心底愤怒 但还是低头 龙帝大人 我天族和韩非之间的关系 从今日起一笔勾销 以后一定不会再有今日之事发生 哼 一声冷哼 记得众人心头一寒 只听青龙师兄道 区区几个家族还有一个天族 真以为我虚空神殿的弟子会怕 你们以为我是来找你们卖面子的 既然已经是敌人了 那就是敌人 既然是敌人 那该干什么 就干什么 但是 这并不意味着 你们就可以违反规则 对付我小师弟 我小师弟化心都未大成 竟然来了长生境和这么多逍遥境 这就叫违反规则 所以 该有的惩罚 不会少 说完 青龙师兄 突然就消失在了韩非数年前 下一刻 天地之力形成巨尾 那几位大族强者 被这一尾拍击 全都砸爆了 躲也没敢躲 因为他们从这一击就看出来 青龙没想杀他们 既然不杀 只是惩罚他们违反了规则 那被打一顿就好了 反抗什么的 不存在的 你在一位大帝面前反抗 这不是有病吗 这不 大族的六大帝尊 包括幽灵海峡那位 都被一尾巴抽爆 同时也受了重创 没有千年都修复不了的那种创伤 但是 对帝尊来说 千年算得了什么 闭关一下 不过弹指一挥 这的确只是小城大戒 而天族那边 一剑和一无浪 也没敢挡 其实也挡不住 那一无浪和旁人一样 都是千年就能恢复 那一剑 被一枪戳穿肉身和神魂 其神魂似乎被重创 没有万年是好不了的 只听青龙道 知道为什么对你出手重 因为你杀心重 当着本地的面 还敢心生杀意 你也不看看自己是什么货色 别说你是长生境 就算晋级大帝 本地也可以叫教你 什么叫做收敛 是家大族那几人 都没敢吭声 但是心里却在鄙视 心说突破了个长生境 就狂的没边了 这情况下还敢心生杀意 脑子怎么长的呢 这部 重塑肉身后的意见 面红耳赤 但是不敢反驳 内心也没再生出杀心什么的 他怕再来一下 自己就要死了 众人没敢吭声 青龙师兄则淡淡地看了眼恐怖女王 微微点了个头 淡淡道 一味地束缚枷锁 并不是办法 此路不通 翁恐怖女王精神一阵 随即朝着青龙师兄尊敬地行了一礼 多谢龙帝指点 恐怖女王心头微微一叹 他知道这个人情又没卖成 转眼就被这位龙帝给还回来了 不过还回来的这个信息 比他帮韩非出手这件事 有毅力的多 所以他感觉自己仿佛又欠了点人情 而青龙师兄这才转头看向韩非 微微一笑 小师弟 走 啊 去 去哪 青龙师兄 天族 第2494张白洞空间 韩非和青龙师兄离开之后 释迦大族和一剑还有一无浪 纷纷是出了口气 心头的那阵悚然久久都无法释怀 而一剑和一无浪 相视一眼 神色难看 因为青龙师兄说了要去天族 他们觉着这气也撒过了 人也打了 还要去天族干什么 公公这俩人不敢停留 眨眼间就消失得无影无踪 开玩笑 现在当然是得赶紧回族了啊 因为刚才并非那位龙帝带着韩非直接走的 而是爆发超光速走的 带到一剑和一无浪离开 这几位释迦大族的帝尊 脸色顿时就苦了起来 这回玩脱了 韩非的背景 超乎想象的大 最说刚才青龙师兄说过 只要不愉悦规则 正常的厮杀那都行 咱都认 但是 大族之人 最讲究左右逢源 哪怕有半点威胁 他们都不会去做的 他们不是天族 全盲山峰 幽灵海峡这些人 可虚空神殿为敌 疯了吧 那是正常人能干的事 幽灵海峡那边 事本就不大 就是因为在神之废墟外 自家有个弟子被韩非打死了而已 虽然心头不舒服 但现在韩非真正的身份被警出来了 这种事 就是芝麻点大的小事 谁还能去记什么 幽灵海峡这人 跟几人拱了拱手 头也不回地就离开了 剩下是家大族几人 那罗家强者忽然道 他们 好像去了天族那边 我们 要不去看看 其他几人看疯子一样看着这家伙 李家那位直接无语道 你疯了吧 这种事你也要去旁观 到时候直接听消息 不是很好吗 过去了不仅不讨喜 说不定还会再被打一顿 要去你去 我可不去 就是 老罗啊 你们家族的缺陷就是脑子不太够用 我周家有传世秘录 可以补脑 回头给你送点过去 滚 鸡人活了下来 心情不错 打去了几句 然后就看见周家强者对着时光神殿的二位拱了拱手道 我们几家见过您二位了 这就告辞 他们没想着要和时光神殿扯上什么关系 毕竟前一刻 还可能为敌呢 现在也没说和好就和好 直到走了很远 那无家强者才到 韩非那小子说的的确是没错 时光神殿的确不够局气 看那龙帝一出 多生猛 反观他时光神殿 除了手段多 好像也没什么特色 周家强者道 你这不废话 驱空神殿那是杀出来的威名 当年那一战你忘了 什么神族啊 超级势力啊 在他们面前 如同指护的一般 中海神州被应生生杀的强者四散 万年都不敢回家 到现在都有人藏在新海 时光神殿干过什么大事 整天就知道收集一些稀奇古怪的玩意 如果不是冲着他们时光神殿手段诡异 焰能录三神殿之一 当这处战场 只剩下国老和那时光神殿的长生镜强者之后 俩人脸色的确是不好看 只听国老声音悠悠 我说过 此字吃软不吃硬 本来我许他一个时光神殿指示 他也答应了 现在你来这么一出 着实被人家看低了啊 哎 中年人皱眉 你在怪我 国老声音悠悠 不是在怪你 只是我想起了 韩非那小子曾说过的一句话 他说 你时光神殿 从未出国走无敌路的强者吧 现在想来 只是有些感慨罢了 沧海之上 韩非爆发的极限之速 是14倍光速 只听韩非道 青龙师兄 等我修成道骨 应该就可达到18倍光速了 然后我还获得了一门名为 虚空之翼的大数 一旦我达到18倍光速 应该可以继续变快 青龙师兄不禁唏嘘道 小师弟 你进步着实很快 上回我还想问你来着 谁能料 你近转眼就破了10倍光速的关卡 你说的不错 光暴之速 是一个门槛 开天境内 能达到这个门槛的 少之又少 但这并不代表没有 还介绍 并不代表所有地方都少 不过 一旦超过了光暴之速 你其实就不用刻意追求这种形式的速度了 你或许可以考虑 速度的下一种定义 下一种定义 韩非不禁心头一灵 青龙师兄都开口了 那肯定是超过了自己想象的一种速度 韩非不禁道 青龙师兄 什么意思啊 你说的是帝尊敬的速度吗 青龙笑道 是也不是 但这得等你练成道骨再说 速度是基于空间和时间而存在的 所以 速度的本质是什么 你可以往这方面参考参考 韩非心头一动 青龙师兄这话说的没错 他也知道 比如虫洞 比如空间折叠 但是这些猜想 他根本不知道怎么去实现 现在青龙师兄几乎点名 速度的下一个境界 就是和空间和时间有关 那自己必须得重视 韩非寻思了片刻 忽听青龙师兄严肃地说道 小师弟 听说你修炼了人族的至尊审述 韩非点头 这一点 不是什么秘密 自己已经跟大师兄问过了 却见青龙师兄皱眉道 那条路 是一条未探明的路 相当难走 你要做好心理准备 韩非点头 我知道 多谢青龙师兄提醒 青龙师兄点头 如果到时候出现神魂 实在跟不上肉身成长的时候 可以来找我 记得 是神魂实在跟不上肉身成长的时候 韩非心头一领 看来都知道 人族至尊神术的弊端啊 按照青龙师兄好哥哥的人设 肯定不会是吝啬什么资源 现在不告诉自己 一定是因为帮自己的办法 或许有一些弊端 所以 能不用到他的办法 那就不用 韩非认真地点了点头 将此事记在了心里 青龙师兄见状 这才微微收敛了一下 他严肃的形象 然后道 小师弟 师兄带你体验一下 下一个速度层次的力量 韩非刚要回应 就感觉自己被抓住了胳膊 一瞬间 他的眼前出现了一条白色的通道 当时 韩非心头就是一惊 这白色通道 不就是自己看见的那个吗 自己在达到光速边缘的时候就看见了 当韩非跨入这条通道之后 立刻就感受到有恐怖的力量在碾压着自己的肉身 似乎想要走这条路 就需要有很强的抵抗力 而青龙师兄 则一边加速 一边观察着韩非的承受能力 一直到韩非浑身出现军裂 出现雪珠的时候 青龙师兄才开始减速 只听青龙师兄道 小师弟 你达到光暴之速时 会发现这就是光暴之速后面的路 在这条路中 你要承载虚空对速度的压缩 你目前的承载力是42倍光速 那和你体魄太强大有关 不过 一旦你跨入这一阶段 也就意味着 你拥有了再适合正道近帝尊媲美的速度 当然了 师兄我说的是最弱的帝尊 青龙师兄给韩非体验 而韩非却豁然间精神一震 露出震惊之色 青龙师兄不解 小师弟 你怎么了 孤独韩非忽然咽了口唾沫道 青龙师兄 你说这是光暴之速时才可以走的路 青龙师兄点头 不错 只有达到了光暴之速 才可以进入这摆动空间 实则是因为速度太快 虚空对速度的压制形成的一条通道 韩非不禁道 师兄 那光速边缘 能看到吗 青龙师兄理所当然道 当然不 等等 你意思是你光速边缘的时候 就可以看见 韩非略显尴尬地点了点头 表示了肯定 这一回 终于轮到青龙师兄震惊了 这一点他也有些不理解 按理说 光速边缘是不可能看到光暴之速后面的景象的 除非 韩非天生的道种 就包含了速度大到后面的走法 青龙师兄 不由得停下 带着韩非脱离了白洞空间 一脸严肃道 小师弟 你有贴生道种吧 韩非想了下 天不贴生的我不知道 不过我确实在很早很早之前就诞生道种了 那会实力还非常非常弱 金龙师兄 是速度知道吗 韩非问了一下 不知道啊 金龙师兄 我也头疼了 我到现在也不知道我的本我大道是什么 嗯 金龙师兄疑惑 你自己的本我大道是什么 你怎么会不知 你不是有道种吗 韩非苦笑 有道种 我也不知道啊 这 自己该怎么形容呢 难道说我的本我大道 是一座桥 一条路 一扇门 但不论如何 这也不可能是一条速度大道 绝不可能 韩非百分百笃定 韩非模棱两可道 就是无法确认我具体是什么大道 但我的大道 可以无中生有 比如可以让一片空间进法 或者在小范围内做到我想做的一切的事情 金龙师兄 金龙师兄都愣了 还有这么变态的大道 金龙师兄沉吟了片刻 随即道 一个个来 你先跟我说说你有没有自己进入过这个白洞 然后咱们再谈大道 韩非点头 只听他道 而且 可能当时我承受的力量 可能不止师兄你说的42倍光速 我甚至怀疑 可能达到了千倍光速 几倍 第2495章天国之门 韩非说的千倍光速直接就给青龙师兄给听门了 但是 当他听完韩非所讲的前因后果之后 也就释然了 韩非说的是 曾经为了躲避天族的追杀 在明日营地外 走了白洞的那一次 他逃顿了三十余西 然后一念兼以时光扭转的方式 穿过白洞 回到了明日营地 如果按照距离去算的话 那一瞬间的跨越的距离 的确堪称是千倍光速 不过 青龙师兄微微摇头 小师弟 那时候你并非是拥有了跨越白洞的能力 准确的说 是你无意间触碰了时光的高级用法 那一刻 时光大道 将你包裹 进入白洞后 时光的力量被动地 帮你抵消了来自速度的压力 所以那一刻 外界可能只过去了一瞬间 但是实际上你经历的可能是一个被拉长的时间 被青龙师兄这么一说 韩非道也不太确定 只能点头 而青龙师兄也不愧是见多识广 一下子就把韩非的疑惑都给解释了 只听他道 小师弟 承载力代表你的速度极限 意味着你现在即便有办法一直加速 最高速可以达到42倍光速 但是 你真正的速度是达不到的 想要领略更多的速度傲益 你首先就要达到光暴之速 这一点 在你化心大圆满时 肯定能够达到 师兄就不给你多奖了 多谢师兄 韩非知道 青龙师兄是不想过多的用自己的理解 来点拨自己 这是虚空神殿的一个惯例 在虚空神殿 可以相互之间送好东西 但很少会相互之间进行一些路途上的点拨 除非是那种唯一性的 只能这么走的路 要么 就是大师兄讲课的一些感悟 但是 大师兄讲课 自己从来都听不清 估计凤语也是一样的 所以 那也不算是引导 更多的还是让你自己悟 不过 今日生活 已经颇风 韩非见过青龙师兄出手 心中生出了一股莫名的气势 他感觉 受益匪浅 后面 青龙师兄就没有再让韩非再自己走了 要不然 纵然韩非保持14倍光速 想到天族 也需要很久 而青龙师兄 只是带韩非跨越了一个迷幻的空间 感觉上 可能有时息 或者更短 反正 等韩非一睁眼 就出现在一片剑射在云端之上 一扇长约大几十里 高进百里的双开大门前面 在这巨门顶端 刻着四个烫金大字 字里蕴藏骇然的威压 一眼瞧过去 韩非只觉得有无形的压力 一下子就落在了自己的身上 只听青龙师兄道 这是天族昔日的神灵亲手写的字 虽然那位神灵并非最强 但也的确强大无比 只是 能够直接从这四个字里面 感受到这般威压的 极少 如果是正常人 感受到一丝不同或者神韵 就有资格被吸纳进天国之门 而鲁小师弟你这般 如果会被直接认定为天骄 果然 随着青龙师兄的话音刚落 就看见那门中刷刷刷 直接飞跃出来五位开天境强者 这五人 境界最高的一个 或许也只是和韩非差不多 这五人只是先到 后续又有些人从门中跑了出来 只听这五人打亮了韩非和青龙师兄一眼 然后所有人都将目光 落在了韩非的身上 因为青龙师兄的气质 看起来不像是来加入天国之门的 只有韩非 形象和气质稍显知嫩了一些 只听其中一人道 是谁引动了神灵威压 青龙师兄没有说话 韩非很自然的微微勾起嘴角 是我 如何 五人中的最强者打亮了韩非一会儿 微微点头 划心后期 虽然境界有些高了 不过既然能引动神灵威压 那么入天国之门倒是问题不大 不过 还需稍等 等几位长老出来 对你进行一番考核才行 这些人 竟然将韩非当成了前来加入天国之门的散修了 所以态度上 最初并没有敌意 只是 说话那人又打亮了一下青龙师兄道 至于其他闲杂人等 就回去吧 韩非 韩非无语 不禁道 喂 谁告诉你 我是过来求学的 那人眉头一皱 不为了加入我天国之门 你来此作甚 欢迎动了神灵威压 莫不是在挑衅 韩非心头一动 看来天国之门这边还不知道 他不禁声出一丝恶趣味道 听说天国之门 天骄纵横 强者遍地 无名韩非 与你天足 互为仇敌 今日亲自登门 横推而等 嘿嘿 所以 若有强者 就尽管叫出来吧 我全都接了 什么 韩非 混账 你就是那个韩非 小子找死 竟敢找上门来 我看你是活够了 大胆狂徒 在我天国之门的正门口 天神地注视下 竟敢撒野 这些人开口 大声呵斥 但是却没上来和韩非打 因为他们知道 韩非这人很强 所以 在韩非说出自己姓名的时候 就有人传讯给了门中强者 但是 韩非却不管你有没有传讯 人都来了 岂能不进去 这步 韩非大步踏前 强闯天国之门 而青龙师兄 背负双手 慢慢地跟在后面 静静地看着这一幕 他其实也好奇 小师弟入门不足500年 但是却变强了太多了 论战力 已经堪比海界神榜 是想他当初用了多少年 似乎 花了近三千多年 才打到龙族第一 这么一笔 小师弟的成长 快得有些过分啊 见韩非要硬闯天国之门 一群人纷纷大喝 大胆 止步 凶徒 赶入我们一步 你今生再难踏出 然而 韩非浑然不理 那些强者 相视一眼 怎么能眼看着 韩非强闯入门 顿时一群人 蜂拥而上 砰砰砰快到了极致的全盲 超出了他们的理解范畴 这些人 只觉得眼前一花 下一颗身体爆碎 根本不是韩非一盒之敌 等他们重聚身体 韩非已经半只脚踏入了天国之门 只是 当韩非试图直接跨越进入时 恐怖的神威降临 有提前重聚肉身的人喝道 韩非 莫要痴心妄想 这是神灵的道场 天神的目光注视着这里 岂是你说近就近的 可就在这一刻 青龙师兄冷哼一声 抬手间龙威浩荡 一掌往上推出 却见天国之门四个大字 轻刻间 暗淡失色 卡擦 一时间 两种底蕴在交锋 然而天神早已陨落不知道多久了 残留的威压 怎么可能震得住青龙师兄 只见青龙师兄气势陡然攀升到极致 只听卡卡卡的声音 响彻一片 再一看 天国之门四个大字 全都发声军裂 其中天国二字 变成了大口二字 响当当的天国之门 变成了大口之门 这扇门 已燃费了 刚才出声呵斥的人 此刻尽数趴伏在地上 瑟瑟发抖 他们的内心 只有一个想法 这人是谁 竟然击穿了天神的意志 蓬蓬当 韩非跨入天国之门 正好遇见前来的大量化新后期 大后期以及大元满强者 但青龙师兄出手 天族那边怎么可能指来这些角色 当场 七大帝尊横空而出 此七人 其中赫然有之前逃跑掉的意见和意无浪 此刻句实面色难看 这七人中 为首那人 许是天族现任族长 给韩非的感觉 强大无比 反正一根手指就可以戳死自己的那种 只见那中年人拱手 天族 当代族长一长生 见过敖青大帝 嘶啥 大帝 那一刻 无数冲来想要干翻韩非和青龙师兄的人 全都傻眼了 我敲你马 大帝极强者 这特么谁打得过啊 一时间 所有人都停下 没敢出手 韩非在这人群中 看见了一彩 看见了一城 看见了一仙灵 一天龙 一家家 一水流 这些老相识 甚至 韩非在某个角落 感受到了哪吒的存在 此刻 一彩这些人 全都震惊地看向自己这边 恐怕他们也没料到 自己身后 竟还有大帝极强者坐镇吧 青龙师兄本来就不是为了真的杀穿天族 只是为了来告诉他们 做事要讲规矩 而且 韩非现在虽强 但是说要一个人打穿天国之门 那也不可能 十个八个 甚至百十来个敌人 或许韩非能打 但是整个天国之门 天知道多少强者 韩非双拳 能敌几人 这一刻 只听青龙师兄 傲然昂首 天族 屡屡破坏规则 开天境内 是强凌弱也就罢了 现在竟然动用帝尊 对我小师弟出手 一场声势吧 你是不是觉得 你天族举世无敌了 胆敢如此践踏规则 第2496章龙战于天 这一刻 该知道情况的人 都知道了 简然 是天族派出帝尊级强者猎杀韩非 结果没料到 韩非亦有大背景 而且是大地级的恐怖背景 横行霸道惯了的天族 哪里遇到过这种事 东海神州的大地 最大的那位就坐在神都王朝呢 愚者 谁称大地 现在好了 一尊大地上门 大多数人直接都猛了 一场声微微拱手 敖清大地 此番天族坏了规矩 自当受罚 今日起 我天族会在规则内行事 金龙师兄 旧这 一场声神色平淡 却也略显强硬 旧这 一场声终究是天族的家主 纵然眼前是一尊大地 他也不能彻底服软 他知道 韩非和天族的关系 已经到了这地步 现在韩非没找茬是实力不够 等哪天 韩非实力够了 最终还是会来找茬的 而且 大地又如何 强入天国之门 坏我神灵守书 我能妥协 已经看在你大地的面子上了 金龙师兄顿时就面色一冷 一脸威严 坏了规矩 就得接受应有的惩戒 看来 你这个家主的威风还挺大 看你这样子 你是不服 一长生也是目光微冷 敖清大地 凡事点到为止 今日杀入我天国之门 是否过了 说一句不好听的 大地 不代表就可以肆无忌惮 实在是天国之门的门人太多了 今日韩非和青龙师兄强闯入门 看见 听见的人太多了 这情况下 连他天族本族 都要畏畏缩缩 立刻服软 那天族起步颜面尽失 所以 一长生 明知道青龙师兄不好惹 明知道这俩人都是虚空神殿的门人 却还是高傲的 以强硬的口吻 和青龙师兄对话 而青龙师兄则淡淡一笑 你觉得 你们家有个半死不活的大地 你就敢用这语气跟我说话 公义长生 豁然色变 在场的很多其他人 也都纷纷色变 而韩非也诧异的看向青龙师兄 心说天族 竟然还有大地及强者 只看见 青龙师兄冷哼一声 一步间 消失在原地 下一刻 只听九天之中 龙银震天 虚空深处 遍布裂痕 宛若一方世界在崩塌 一长生等人 纷纷露出惊骇之色 这家伙竟然直接就挑起了大地之战 他是疯了不成 韩非仰望遥远的虚空 那里似有无边龙影 一闪而过 某种碰撞的涟漪 直接席卷到了自己的身边 大地的威压 让天国之门 无数人纷纷跪倒或者趴扶 从身体 到灵魂 都在颤抖 只听青龙师兄的声音 在此间的上空飘荡 虚空神殿讲道理的时候 不管你是谁 最好给我听着 否则 别怪我不讲道理 普老祖一时间 数位帝尊 纷纷色变 韩非虽然看不见 但是通过这些帝尊的表情 他知道 天族的那位大帝 怕是被青龙师兄打得伤得不轻 温可这没感动 因为青龙师兄打完了 又回来了 韩非感受到青龙师兄身上涌动的气血 哪怕是他 都有些被这气血给鼓动 青龙师兄正让自己回到那个威严的龙族王者形象 举手投足 优雅一霸道 待他站稳 天国之门上空 浮现出一道苍龙巨影 太过庞大 覆盖百万里 恐怖无边 只见青龙师兄不知何时 已经抽出一枪 瞬间拍在异常生肩头 此人赫然被青龙师兄拍得直接跪在了半空 阿砰 异常生试图爆发滔天血气 神术以硬抗 可直至下半身全部炸碎 都没能站起 而这时 只听青龙师兄再次出声 现在 能听我讲道理了吗 异常生眼皮狂跳 没有说话 但却也不敢再跟青龙师兄抢硬了 最有愤怒 却也不敢再度挑衅 只能坚然开口 敖青大帝请讲 只听青龙师兄道 修行者 无不踏诗山学海而行 我可以理解 而等于我小师弟为敌 意识正常 但是 修行者拥有强大的实力后 若以武犯进 该讲的规则 还是得讲 本地来此 就是告诉你们这个道理 今日后 只要你们好好地讲规则 吾不会插手你们 与我小师弟之间的争斗 听懂了吗 可若是你们不肯讲规则 这海界便再无天族 听懂了吗 孤独 韩非暗暗咽了口唾沫 天族好歹也堪称一方神族 曾对诸神之死出手 这般强大实力 看青龙师兄这样子 说灭就灭啊 一长生被压着的那口气 终于缓缓吐出 大帝的意思是 只要在规则之内 无论如何都行 若是 韩非隐落了呢 青龙师兄 那便隐落了 青龙师兄嘴上这么说 但心里却是一百个看不起 规则之内 我小师弟凭什么能隐落 而韩非也明白青龙师兄的意思 他今日曝光了虚空神殿子弟的身份 以后再以韩非之名行走时间 很多人恐怕听到名字就不敢得罪了 这显然不合服一个正常修行者的修行之路 所以 青龙师兄特意来了一趟天国之门 大体意思就是告诉他们 你们不要怕 虽然韩非是我小师弟 但是只要你们能在规则之内击杀我小师弟 我和虚空神殿肯定不找你们麻烦 但是 必须是规则之内的手段 韩非想到这里 不禁心头有些无奈 青龙师兄 还真是用心良苦啊 便在此刻 一长声咬牙道 大体的意思 我等已然领会 青龙师兄微微点头 那就好 另外 为了惩罚你们破坏规则 宋十滴生命泉水来 以施惩戒 一长声听后 眉头微挑 但是却没敢反对 给他 他脑海中 出现了老祖的声音 似乎并不想为了区区十滴生命之拳 再和这凶残的家伙打一架 而韩非心头一震 他让哪吒进入天国之门的目的 就是为了混进天族 弄到生命之拳 谁能料到 青龙师兄对这天国之门似乎颇为了解 一开口 就要这等好东西 关键是 这玩意来的也太轻松了吧 有光芒 划破长空 落在了青龙师兄的身边 那是一个碧玉色的小瓶子 虽然只是一个小瓶子 但韩非却感觉那里面装在了一条江河 里面似乎浪潮在汹涌 青龙师兄伸手两根手指 将这瓶子拨弄到韩非的面前道 这是赔偿我小师弟的 说完 青龙师兄看向韩非 小师弟 走吧 韩非微微咧开嘴角 俩人反身离开 就在韩非走到即将走出天国之门的那道门时 忽然回头 看向那无数道目光 轻轻一笑 天族 待我他日归来之时 说完 韩非转身离去 头也不回 直到韩非和青龙师兄消失在那天国之门 只听那一长生轻喝一句 今日事 有些该传 有些不该传 你们应该明白 在这里的人 都是开天境强者 因为普通的门人来不及这么快赶来 他们也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 所以 这些开天境强者 此刻心头骇然 还在后怕 被一长生这么一警告 不少人都是一个机灵 一长生说完 七大帝尊 同时消失 在天族所在地 虚空深处 一座原本为浮空神山的地方 这里已经支离破碎 残破不堪 一位老者 盘坐在一道光芒之前 身前也有血色涌动 老祖 一长生面色微变 这团血气 是被人应生生缅碎到了极致的 却见这位老者 缓缓睁开双眼 面色凝重道 不用管虚空神殿 敖青想将我天族作为韩非的踏脚石 那也得看 韩非够不够这个格 不过 以后对付韩非 就不能与举了 这次来的是敖青 此人好说话 讲道理 若换一个的话 光也之上 青龙师兄也正和韩非说道 小师弟 虚空印记 能少用 还是少用 用完了一次 你就只剩下两次了 师兄提醒你一点 第三次 最好事情足够大 大到可以大师兄出手的地步 韩非不惊计 大师兄出手 金龙师兄淡淡一笑 不是任何事情都值得大师兄出手的 就如同今日之事 除了你和小十一 咱们虚空审殿 任何人都可以解决 只是因为黑龙在 你又想见识一下大地风采 所以师兄我主动要过来的而已 要不然 来的应该是老实 韩非或人间心头一领 所以 果然啊 就是这事实在太小了 小到了如果不是沾了黑龙的光 自己都不可能见到四师兄 这又让韩非不由得好奇 如果金儿这种事 都只配得上雷恒师兄的出手的话 那怎么样的场面 才配得上大师兄出手呢 韩非凛然 多谢金龙师兄提醒 师弟一定记得 以后这些小事 能自己应付过去 我肯定不用虚空印记 金龙师兄这才郑重地点了点头 嗯 如此便好 不过师兄此番也算不需此行 至少解决了黑龙 拿回了龙族至宝 对了 今天师兄没有为你索要好处 你不会怪罪师兄吧 韩非当然摇头 怎么会 这生命之拳 本就是最大的好处了吧 金龙师兄笑道 此物算是天族唯一之前的东西了 至于其他资源 一事不值得师兄开口 一个是没必要开口索要 那些东西 应该难不住小师弟你 你自己的路 还需自己走 师兄干涉的越少越好 韩非恭敬道 师弟明白 金龙师兄板正着身体 微微点头 既然事情已经结束 那师兄便走了 当青铜之门忽然开启 韩非知道 是时候该告别了 金龙师兄点了点头 就一步跨越了青铜之门 跟着这扇门就在自己眼前 化作了一片虚无 顾韩非看着青龙师兄离开的方向 不禁出了口气 他在想 到底怎样惊天动地的大事 才配得上大师兄出手呢 第2497章举时震惊 韩非的身份 终究是瞒不住的 青龙县市 展现大地风资 所见者无人可挡其一击之力 神东王朝几大家族 加起来都不够青龙一尾八抽的 但比几大家族更惨的 那当属于天国之门了 天国之门虽然是天族的外在势力 但门内人员混杂 哪家的探子没有 各大族 谁家还没几个子地在天国之门 所以 青龙师兄带着韩非杀入天国之门一室 不禁而走 最先沸腾的 当属神东王朝 在消息流传进来的那一刻 整个神东王朝都惊了 有人闻言 浑然惊呼 啥 韩非传说中的虚空神殿传人 那可不 这消息保真 听说在荒野上 赵青龙已经被韩非干掉了 死得透透的 卧槽 真的假的 你哪来的消息 呵 我表哥的二大爷的舅妈的儿子的三叔 那乃是大族嫡系 现在各大族 无人不知 无人不晓 怪不得 我就说 韩非能拿到第四轮预选赛的第一名 又能拿开天竞决赛第一名 肯定是有原因的 瞧瞧 这原因不就来了 虚空神殿清传弟子啊 神榜算什么 能比得上虚空神殿 窦龙街上 那位三皇子皱着眉头 此人藏得道士极深 直到走出神东王朝 才真正的展露身份 虚空神殿的清传弟子 倒是看走眼了 三皇子身后 有人道 三爷 如果韩非是虚空神殿的清传弟子 那奉心流 三皇子微微摇头 奉心流和韩非不是一个级别的 他们俩就是纯粹的好友 不用想太多 对了 听说他拒绝了时光神殿 身后那人点头 不错 据说是嫌弃时光神殿不够魄力 应该是他本来指望时光神殿出手 可时光神殿婆婆妈妈 结果他就叫了自己虚空神殿的人 三皇子微微勾起嘴角 有点意思 无 你安排过去 再转点资源 按理运去恐怖之都 交给周润他们 是 三爷 恐怖之都阵营 众人尚未回到恐怖之都 无双和周润等人 全都听傻了 韩非 虚空神殿传人 曹猛德 我低个乖乖 非哥这来头有点大啊 哈哈 那可是虚空神殿的清传弟子 万年都见不到一个 竟然被我们几个给遇见了 薄忽无不凡深深的吸了口大烟斗 唏嘘道 从看见非哥击杀一千星的那一刻 我就知道他来历不凡 但是我没想到 他来历竟如此不凡 李晨盘着手里的河桃 吞咽着口水道 哥几个 那你们说 咱们算是虚空神殿的人吗 顿时 一群人看傻子一样看着他 心说你疯了吧 你什么条件 你自己心里没点数吗 只听周润道 别想这些有的没的了 这件事咱们自己知道就行了 还记得我们此行的目的吗 要尽快地成长为大圆满强者 只有到了大圆满 才能称得上为一方霸主 只有大圆满 才能算是一个新的起点 帝尊 不是说成就 就能成就的 所以 大圆满就是他们目前唯一的目标 横顾号上 传说酒馆 那说书先生邀和一声 阿黑哀话说 数年之前 韩非 凤星流 吴双 往北城数人 就坐在那个位置 听小老儿 道进四海杂事 曲是小老儿 我博文广记 当时他们那时天天都来 诺 我传说酒馆的专属包厢 就是为他们设的 有人痴笑 你老吹呢吧 老头面色一正 我用得着跟你吹 这几人在传说酒馆听书这事 谁人不知 说起来 当时老头虽然和凤星流的关系比较好 但是 韩非见了 我也是要点点头的 顿时间 只听虚声一片 只听有人道 得了吧 你还是讲讲 韩非怎么就摇身一遍 成了虚空神殿传人的吧 老头 吹笑一声 煎铃起 时迟中午 话说当日 赵青龙在荒野上 找到韩非 两位无敌陆强者 展开一轮厮杀 那一战 打得天崩地裂 沐海狂涛 汹涌不止 而在横渡号的船顶之上 南帝躺在椅子上 仰望星空 说实话 虚空神殿的传人 算是出乎了他的预料 又没有出乎他的预料 他从一开始 就知道蛮荒谷族的身份 只是韩非的掩护 但他也着实没料到 掩护的 竟然是虚空神殿 清传弟子的身份 这让他心情很不错 白白讨了两个人情 自己果然还是最睿智的那一个 卧曹 幽灵海霞 张璇玉内心很是激荡 他知道时光神殿的时候 那还是时光神殿 强者要给韩非互道的时候 那时候 他只以为时光神殿 是个和幽灵海霞 一样的势力而已 但是 韩非自信消息传奇 震展照青龙 空幻大帝 横推天国之门 这一幕幕 光想想 就让他心潮澎湃 等他跟幽灵海霞的师兄一问 好家伙 这才知道 时光神殿 不死神殿 虚空神殿 并称三神殿 而虚空神殿 是三神殿中公认的战力最强 每一世强者 都有镇压一世的超强战力 混蛋啊 这王八蛋 蛮得我好苦啊 苦 这时 突然有姑娘跳了出来 满眼桃花的看着张璇玉道 玉哥哥 你那里苦了 妹妹这里有白花蜜酿 如果玉哥哥不嫌弃 可以来喝一杯呢 另一边 一个女子不知道哪冒了出来 你走了 你这个妹儿 玉哥哥最近可是要开天了 喝什么酿 得修行感悟才行 说完 这人道 玉哥哥 我也在屁海巅峰多年 对开天有了诸多研究 希望能和玉哥哥一起探讨 哼 远处有清冷的声音传来 跟着 那俩姑娘 顿时一哆嗦 见过原青师姐 来人一双修长的大长腿 身着紫砂短裙 腹若凝脂 唇红如燕 只听她冷哼一声 你们俩 不修炼了 是不是都忘了 张璇玉已经入我师门 是 原青师姐 我们不该打扰玉哥哥 哼 知道就好 还不赶紧给我消失 抓抓等待俩姑娘消失 那原青只见换了一副面孔 只见她柔柔一翘 师弟 师父让我来找你 跟你讲述一下开天的一些细节 此事事关重大 虽然师弟你天纵奇才 但还是要了解一下 没有坏处 走 师姐带你去我的洞府 给你模拟一下 啊 那 那行吧 师姐 在神都王朝这边都传遍了韩非的真实身份之后 南海神州这边 消息略显之后 但是 这日凤与他们家这边 那也是一阵鸡飞狗跳 卧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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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凤星流大呼小叫 这斯曼德我好惨啊 亏我还拿他当好兄弟 他竟然连这都不告诉我 不就是虚空神殿的清传弟子吗 还不能告诉我了 凤青城 你别咋渣呼呼的 韩非哥哥要是告诉你 只不定转头就给你说漏了嘴 你自己嘴巴有多大 心里没点数吗 凤星流指了指自己 我嘴巴大 你啥也不懂 我是一等一的守口如瓶 比如 韩非的真实身份 你肯定 哦 顿时间 不少人看向凤星流 有人道 星流啊 韩非还有真实身份呢 难道这虚空神殿清传弟子的分身 还不是他的真实身份 凤星流打了个哈哈 我的意思是 韩非蛮荒谷足的身份 我是第一个知道的 在荒野的时候就知道了 我也没给说漏了嘴去 然而 凤宇 凤青城 还有熟悉凤星流的几人 却已经在思索了 怕是凤星流的确还知道什么秘密 就这祸 对骗人这种事 一窍不通 他还以为他演示的很好呢 而家里外头 忽然有大嗓门吼吼道 走走走 我们家小雨在修行的道路上渐行渐远 即将正道 这时候不谈感情 什么 你们家小子天交爵士 哈哈 要不是知道你们家小子天交爵士 你都进不了这个门 哈 不是我跟你说 最近东海神州传来的消息 你知道吧 那个虚空神殿的青传弟子追求小雨 他都没答应 你们家比虚空神殿还有底蕴呢 一时间 凤青城 凤星流纷纷看向凤宇 凤宇脸色发黑 九叔胡扯的 根本就没这事 凤星流也道 凤宇我跟你说哦 你最好别打这个主意 韩非他已经有老婆了 说是还有了个孩子 你可不要去当什么第三者 要不然 我很难办的 通缝心流飞了出去 镶嵌在千里外的火龙绝壁之上 映出了一个大大的人形 第2498章巨兽神道 涅槃重生 其实十万年大笔之后 荒野上发生的其他事情 太多了 比如 有人在伏击强者 收获资源 有人在神灯王朝引起矛盾 在荒野上追逐杀戮 散修门 有人迅速逃入荒野 有人加入狩猎 非散修的一些大势力强者 在本势力强者的保护下 倒是沿途无忧 棍盾废土这边 石荒者之城 在本次十万年大笔的前十之列 占了足足两席 这让潘离天压力颇大 他知道 这是石荒者之城的种子 这种人物 是断然不能在路上出什么问题的 其实 只要脱离了神灯王朝半光年之外 一切就相对安全了 光也知大 到时候 谁还容易找得上自己 所以 潘离天直接让白冉冉 张大千分身等 全都入了自己的本源海 为了安全起见 他要直接带着几人 先走割几光年再说 和潘离天一起的 还有刚刚跨入化 新境大圆满的奇同海 潘离天趁着神灯王朝那边最混乱的时候 迅速的离开了神灯王朝 五个月后 距离神灯王朝四光年左右的地方 潘离天终于停歇了下来 原因是 白冉冉要开天 因为见识到了白冉冉的潜力 所以潘离天自然不会让白冉冉在海界开天 他带着白冉冉来到了自己本命星辰外的星海之中 让白冉冉开天 顺便让张大千分身 见识一下辟海境是如何开天的 开天时会遇到怎样的情况 方便他汲取一些经验 对于大多数人而言 开天前准备的事项有不少 潘离天给白冉冉和张大千分身 讲述了一下开天境的一些诀窍 最后 于他们停下后的第二天 白冉冉于新海中开天 只是 潘离天并不知道 韩非早就见过这样的场面很多次了 不过 这次新海中的渡劫 还是很顺利的 白冉冉这个人比想象中要更狠一些 最后的天魔节 韩非都没感觉到他有什么畏惧和挣扎 之后 白冉冉利用神灯王朝那边获取的资源 进行了长达近一个月左右的巩固 这日 白冉冉终于出关 在一群人羡慕的目光中 出现在海界 潘离天会教他一些开天境才会的一些大数啊之类的 当然了 叫白冉冉 那肯定也就顺手教一下张大千分身 因为在潘离天看来 韩非正道也是早晚的事 这一天 潘离天对韩非和白冉冉道 开天境的不同 在于你们一旦开天 其实在神魂深处就形成了一枚神魂印记 这枚印记 可以勾连你们的本原海 而本原海也可以连通星海 所以 开天者 要做的第一步 就是走出星海 认识自己 忽然间 潘离天或然回头 大喝一声 白冉冉 叶峰流 入我本原海 可是 韩非和白冉冉所在位置 如同一形幻影 被某种大道秘法给转移了出去 那一刻 齐同海现身 一见截断空间 却见韩非和白冉冉俩人从虚空中跌落 但是距离潘离天和齐同海 却有数百万里 只听齐同海冷哼一声 大胆狂徒 连我识荒者之城的人也感觉 简直找死 齐同海 好歹也是十大领主之一 此刻晋级化新大圆满 实力强大 亦不可小觑 不过 齐同海对面 似有强者降临 那一刻白冉冉拽住韩非 暴退而走 还好他已经晋级开天 实力数被遇浅 可纵然如此 白冉冉不过刚刚晋级开天 而对方似乎早有准备 所以当白冉冉拉着韩非暴退的那一刻 有韩芒掠过 刹那间斩掉了白冉冉的一条手臂 跟着虚空洞开 韩非被卷去其中 而此刻 潘离天身上甲州蔓延 帝王凯豁然在身 九龙剑浮于身前 离天印握在手中 只看见离天印降临白冉冉周围 哭住白冉冉 可惜 终究是慢了一步 韩非已经被卷入其中 潘离天脸色难看 冷哼一声 何方鼠背 既然来了 那便现身 藏头落尾的 算什么强者 刷刷 下一刻有一名高傲的男子 从虚空中走出 在他身后 随即出现了一位身材异常 高大挺拔的化心大圆满强者 潘离天目光微微一缩 安太平 安恒 你们以为 就凭你们两个都是化心大圆满 就能拦得住我 黑黑刷刷下一刻 又有两人悄然出现 此人 潘离天完全不认识 但是潘离天一看 竟然也是化心大圆满强者 难道现在化心大圆满强者 都已经这么不值钱了 随便出来一人 都是化心大圆满 这时候 潘离天感觉棘手了 对面有四个化心大圆满 而自己这边只有两个 虽然他自己有信心以一敌二 但是齐同海是在万年大比后 刚刚晋级化心大圆满的 想要以一敌二 难度还是特别大的 关键的 他倒不是帕二对四有多难打 而是叶峰流这位万年大比第一 被卷入虚空 生死不明 这让他很气 好不容易出一个绝世添交 若是就这么死了 那也太憋屈了 但是 能就一个是一个 离天印爆发一股犀利 直接将白冉冉吸入其中 而后 只听潘离天对着另外俩人道 两位 我们应该不认识吧 两位何故与我拾荒者之城为敌 那两人中 有一人轻轻一笑 何故与你为敌 给你一个提醒 水冬泽 潘离天 豁然心头一冷 明白了 是水冬泽背后的人 这是怪当初自家这边的叶峰流 断了他水冬泽的连胜记录 导致水冬泽虽然也在前十之列 但没能进入前三 潘离天皱眉 两位也是化心大圆满的人了 就为了这么点小事 你们两位亲自出手 是不是有点太没格局了 然而 其中一人道 你不懂对你们这种小事例来说 那仅仅是一个排名 但是对我们来说 那排名后 还有一系列的连锁反应 你不需要知道什么 你只需要知道 你们的人 坏了我们的好事 潘离天不傻 他们想杀叶峰流 一如反掌 但是叶峰流被卷入虚空 这就不太对劲了 当即 潘离天道 我看 是叶峰流成为了 纳水冬泽的心魔解放 所以 你们是在积水冬泽创造机会 只是 心魔需得自己去破 你们觉得 就凭纳水冬泽 能杀叶峰流 来者冷哼一声 屁海 终究是屁海 呸 不过 在叶峰流死之前 先打死你们两个 也是不错 潘离天冷哼一声 打死我 化心大圆满之镜 没人敢说打死我 你们以为四个人就够了 如果只有你们四人的话 呵 我劝你们还是赶紧离开来的好 不要让我动怒 潘离天墙是 在拾荒者之城 帝尊之下 地位仅次于赵洪荒 实力之强 非寻常大圆满可比 只听原始之城那边 安家两位大圆满 冷笑一声 直接动手 拾荒者之城的第一领主又如何 二对四 凭什么 一时间 此间化为沙场 各种大树横空出世 事实是 其同海只勉强应对一个人 而且还不怎么挡得住 而潘离天 以一敌三 竟不落下风 帝王凯上金光流转 离天印直接镇压一人 九龙剑一分为二 这几人都是化心大圆满 在见识到潘离天的真正实力后 也不由得悚然 而据此外遥远地方 段青丝疑惑地看着身边那个头发乱乱糟糟的家伙道 任天飞 之前那两个无名强者 来找我们合作 你为何阻拦 是的 韩非早已追上了段青丝他们的步伐了 他的本意 是来告诉段青丝一些事情 却没想到 遇到了现在这一幕 只听韩非道 不要小看潘离天 也不要高看原始之城和这两个无名强者 同为大圆满境界 你应该也知道 是有强弱之分的 段青丝皱眉 那我也不认为潘离天以一敌三还能赢 或者说 我觉得 加上我潘离天必死无疑 韩非想起连万灵大帝都是假的 那时荒者之城不知道隐瞒了多少事情 七里糊涂地就忙上去 还不如坐收于翁之力 话说 片刻之后 当一道强大无比的法相天地出现的时候 安家的那个叫安恒的家伙 被潘离天突然张口的一道雪剑 直接击穿了星珠 空梦龙天穷之上 大道轰鸣 游雪与降临 这是化星大圆满陨落的天象一变 终于能引起海界天地规则的动容 潘离天那一击 实力甚至已达帝尊一击了 三打一的情况下 安家这边突然就被灭了一人 而且还是一位化星大圆满 这另外一个还不得发疯 治疗果不其然 另一位安家的大圆满强者安太平 突然爆发并施展了神将术 一枪将潘离天的帝王凯都破开了 然后以一个达到了18倍光速的恐怖速度 突然穿在齐同海身边 扑斥轰鸿龙之乎是一个眨眼的功夫 完成了一换一 安家死了一个 齐同海也死了 场面依旧变成了三打一 这局面 段钦斯都看猛了 潘离天的强大 超乎了自己的预料 以一敌三 瞬间朱迪 若非亲眼所见 他也不敢置信 而齐同海的死 就连韩非都觉得亚弈 那安太平 强的超出了自己想象 他的实力层次 可能和潘离天有的一拼 在潘离天展现出可怕的战力的那一瞬 安太平一时到不妙 当即全力出手 先涂了齐同海 这样三打一局面不变 韩非这才看向段钦斯斯道 你要是自己去打 多麻烦啊 不如让潘离天再杀两个 说完 韩非身体融入虚空 他去观战去了 他倒是希望水冬泽要强一点 他要是斩不掉张大千分身 那才是个问题 短清斯亚异地看了眼 韩非离去的身影 知道他并未走远 也意识到他去干嘛了 看了看这里的战局 又看了看韩非 亲说 这家伙太过神秘 潘离天这边的战斗 恐怕一时半会结束不了了 倒不如看看 韩非为何放着开天之战不看 顿入虚空而去 虚空之中 张大千分身被卷入此地 没有丝毫的慌张 在万年大比的时候 他的确是故意针对水冬泽 两次出刀 两次斩的水冬泽生活不能自理 凭他自己的本事 连疗伤都做不到 依水冬泽的心性 再加上自己的嘲讽和面试 他想不滋生心魔都难 一股气势被压住 是很难打破的 因为这个压力一直埋藏 得不到解脱 此前 张大千分身一直被困于 潘离天的本命星辰 而且一跑就跑了那么远 韩非自己都觉得水冬泽 这棋子可能已经没用了 可谁能知 这家伙能量居然不小 竟能让两位化新大员 满强者为其出手 此刻 虚空之中 张大千分身终于稳住身形 不过他却丝毫不慌 看见了两个人 一个是冰冷的看着他的水冬泽 一个应该是看护水冬泽的人 实力道并不是很强 只有开天初期 尚未化新 但韩非一眼就能看出 这人应该只是来给自己造成压力的 并不会对自己出手 有时候不出手 就是一种威慑 可惜 这一招对韩非来说没用 他才知道水冬泽此来的目的了 他是来除心魔的 和旁人不同 韩非当时和贾天甚至是凤青城战斗的时候 也都是一刀两刀就完事了 人家也不会有心魔 那是因为 自己并未动摇对方到心 对方也是输得心悦诚服 但是水冬泽不一样 他是奔着屁海榜第一去的 执念很重 不惜对凤青城施加诅咒 简直胆大包天 这样的人 获取屁海榜第一 必有图谋 简在图谋被毁 又被自己特殊对待 产生心魔 那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韩非看见水冬泽 不禁轻哼了一声 救你 如若是外面那几位出手 我的确毫无反抗之力 但是 你算什么东西 非无一刀之敌的手下败家 也敢来找我 水冬泽顿时心态就有点诈 难道你他们不应该慌张吗 不应该惊悚吗 不应该骇然和色变吗 为什么这么平静 还能出口骂人 看着韩非那傲然的姿态 水冬泽咬牙切齿 双目赤红的说道 夜风流 休得张狂 你以为现在的我 还是万年大笔时的我 今日 我要将你 粉身碎骨 挫骨扬灰 神魂俱灭 喝感受到水冬泽的愤怒 韩非嘴角微微勾起 露出一抹不屑的笑容 凭你 一个只会玩弄一抹小数的废物 一个自治平平还自诩添交的废材 一个打架都要用诅咒的垃圾 杀我 你配吗 混账 水冬泽的愤怒 伴随着血气 席卷万里 他越是这样 韩非越是开心 愤怒 越愤怒越好 只有愤怒 才能成为自己面盘的养分 韩非仰起嘴角 你只会吼吗 骂人都不会 无能的狂怒 除了彰显你的失败 没有任何意义 讲杀我 来啊 今日 无战力不动 接你一击 我赌你杀不了我 哈哈 如果你连这样都杀不了我 我劝你最好自财吧 你这辈子 开天没戏了 水冬泽深厚 那负责看护他 在他出现危险的时候 保他一命的 开天境初期的强者 微微皱眉 不知道是不是错觉什么的 他觉得这夜风流的话 有点多了 像是故意在激怒水冬泽一般 如果是正常情况下 水冬泽是十分淡定的 还常常自诩清高 像是洞察事实一般 可是 任何人都会有狂躁的一面 不是不爆发 而是没到那个点 现在 水冬泽的理智 再逐渐的崩溃 吼 只见他 一步跨出 半生灵碧水麒麟出现 吼声如雷 随即化成一副水楷 附着在他的身上 只见他伸手一招 一杆碧玉色的长枪 被水浪包裹 卷入他的手心 在他眉心之上 出现了一道金色的细纹 如同一道锥刺 同时间 水冬泽的气血 神魂 呈现爆发式的成长 整个人都比原来高出一头 天地之力朝着他汇聚而来 只听水冬泽喝道 夜风流 如今的我 或水神赐福 以受原炼化生命之强 以魂入命 屁海境内 再无人是我意合之敌 别说你战力不动 就算你全力以赴 我照样杀你 出刀 水冬泽怒吼 让韩飞出刀 然而 韩飞却轻撩淡写地看了他一眼道 以自残的方式变强 你很骄傲 屁海境内无敌 你知道天有多高 还有多深吗 之前我还觉得虽然你的实力差了点 但至少有点小机灵 现在 依此法变强 呵 你现在连让我拔刀的资格都没有 啊啊啊这一刻 被韩飞如此蔑视 连出刀都不愿 水冬泽气炸 不再顾及 不再要求韩飞出手 只求将其击杀 以挣自己的强大 而也是在这一刻 张大千分身 开始运转巨兽神道 他当然看得出来水冬泽变强了 而且强的不是一星半点 是强了很多 他知道水冬泽的打算 屁海境十万载兽元 哪怕他这时候损耗九万年都无所谓 只要赢了 晋级开天 兽元百万 而天族有生命之权 所以纵然水冬泽晋级开天后 气血稀薄 也能弥补回来 还是有救回来 却不损伤根基的办法的 也正因此水冬泽此刻战力狂暴 暴涨恐有两倍甚至更多 纵然张大千分身 对外在的神魂之力和力量 有天然的抗性 也承受不住 所以 韩非不用去挡 只等着水冬泽的一枪 只听韩非喝道 来啊 杀我啊 以为消耗点兽元 你就是个强者了 废物就是废物 纵你舍命一击 也难断我生死 杀吉红了眼的水冬泽 愤而扣枪 一枪杀出 虚空色变 仿佛有无尽巨浪 呼啸扑击 天上地下 黯然失色 唯有那一道枪芒 汗天动地 杀出了开天的姿态 凛然无匹 水冬泽身后 那护道者见状 连连点头 自觉这一枪 太强了 哪怕自己 一击之下 也都会被轻易绞碎 然而 却见那夜风流进 真的不闪不避 还对着水冬泽 比划了一个 倒数着的大拇指 趁着这最后的时间 能最后地气一下 就气一下 要不然 就气不着了 扑翁碰枪忙如潮 潮起澎湃 落在韩非身上 连续拍机 只看见张大千分身 血肉在消融 骨骼在断裂 神魂在崩碎 只是 直到最后 张大千分身 被碾成虚无 嘴角那一抹不屑之意 都未曾消失 阿水冬泽 对着韩非陨落的地方 再出一枪 已显凶狂 然而 韩非嘴角的一丝不屑 却在脑海挥之不去 只听水冬泽大吼 夜风流 你不是强大吗 你不是能打吗 你不是说能接我一击之威吗 你这个废物 废物 废物 然而 在那一刻 时间仿佛定格 水冬泽身后那人 摇关天地 大道裂痕在哪 不可能 屁海竟怎可能挡住这般一击 通知看见水冬泽 或人见到飞而回 周围八千里虚空 似乎神秘的纹路在交织 一朵诡异的火帘 竟连接着水冬泽 从他身上源源不断地提取着一种火气 水冬泽骇然 龟枪横击 试图斩断 然而身上的这条火链 根本无法斩断 而此间天地 无尽的灵石 灵泉 地脉泉水 灵果 多种异宝 它们在交替 汇聚成神秘纹路 不过转眼之间 一只八百里纵横的大章鱼 在虚空浮现 张牙舞爪 一爪扣住那火帘 吸入体内 韩飞也是第一次感受到念谈的感觉 死亡 重生 像是一瞬间 像是漫长如一个世纪 有怒火为自己引路 天地间的道文 烙印在身上 血脉 石魂 力量 都在强化 那一刻 韩飞感觉自己变成了苍天 浮揽万物 坐视水冬泽的狂怒 他只是心念一动 天地为自己凝聚真身 光暗一刻 潘离天 还有安太平这些人都看向虚空 隐约可见 章鱼横空 卷脉觉醒 是的 安太平和那两个水冬泽的互道者 察觉到韩飞觉醒了血脉 而潘离天则悚然一惊 如果这是血脉觉醒 那夜风流岂不是在经历第三次血脉觉醒 那一刻 见有一人想横空而去 亲自出手 只见离天印轰然砸下 潘离天抱吼一声 哪里走 都给我留下 潘离天知道 只要度过此劫 夜风流 前途不可限量 绝不能让这几人 挡住夜风流的觉醒 话说 水冬泽傻眼了 他那开天境初期的互道者也都傻眼 这都不死 还能复活 这夜风流到底是何方神圣啊 而且 这么巨大的本体 这尼玛是星海巨兽吧 这哪里是个人 说时迟 那时快 神秘的纹路 烙印在张大千分身的身上 他只觉 自己的基础战力 增强约有一倍 却见这庞大章鱼 化成一道人影 不是张大千分身 又能是谁 只听韩飞吃笑道 就这样吗 水冬泽亥然 震惊 不解 你怎么可能没死 不可能 水冬泽失控 提枪再次出手 不惜薄命 燃烧最后的寿源 韩飞没有理会水冬泽 而是摊开自己的双手 感受了一下权力的力量 好强大的道 在走上巨兽神道的那一刻 他不知道一次念盘后的效果 竟然强横至此 当那让开天境都难以理解的恐怖一枪 眼看着再次杀向韩飞 韩飞一抬手 拔刀了 那一刀 斩出了屁海精未曾有的超凡力量 那完完全全是开天境的力量 远处 断青丝悍然 他这是什么道 好强 屁海巅峰 完全拥有了开天初期的力量 他的体魄也强大至极 此人若是开天 断青丝没有继续往下说 因为他意识到 这人若是开天 怕是能体敌25万里即将化新的开天境强者 断青丝面色微变 不行 此人必杀 然而 韩飞却拦在断青丝面前 后者目光一冷 你要拦我 若是让此人成长起来 后果不堪设想 这是一个有望正道的敌人 韩飞有些无奈 终究淡淡的说了一句 放心 他不是万灵族的人 嗯 断青丝火人间 震惊地看向韩飞 这句话 其中含义 不言而喻 断青丝再看了眼张大千分身 又看了眼韩飞 他是谁 韩飞没有回答 而在那一刻 张大千没有拔刀 任由水冬则一枪再刺 这一枪 同样可怕 却深深地将张大千分身的皮肤深深刺了下去 足足撑了半夕的时间 皮肤才被刺穿 但那力量眨眼间就被张大千分身 刺穿给击去 抓一抹刀芒绽放 拔刀树再现辉煌 无穷能量浪潮 被一刀切开 水冬则被这一刀震慑 一时监禁忘记了闪躲 而那开天静的护道者 却挡在了他的身前 掌印虚空 神魂刺出 试图击溃张大千分身的神魂 但下一刻 对方神魂如现泥潭 而张大千分身 双眼迸发蓝色魂火之光 天赋能力不死射线发动 一激动穿了那开天静的神魂 直接摧毁了对方整片神魂 连神魂印记 都被绞碎 空猛龙天象一变 此人当场陨落 他至此 都没想过 自己竟会败在一个劈海镜手中 他本来 只是过来帮水冬则撑场面的 只要在危急关头 不动声色地辅助一下 可谁能料 这一辅助 竟把自己得交代了 却见张大千分身单手击穿那水之大道的浪潮 一手插入水冬则心头 咧嘴一笑 生命吞噬 连续发动两大天赋能力 是做给别人看的 代表他的天赋 代表他的潜力 是为了更好的打入拾荒者之城 只看见水冬则的肉身 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在干涸 在苍老直至枯萎 至此 水冬则允 但韩非本尊 只是淡淡地点了点头 目前来说 张大千分身 他还是比较满意的 这次突破 他的血脉层次 神魂 力量都提升了一个台阶 潜力暴涨 段青丝这才看向韩非 这是你的人 韩非笑道 算是吧 一时间 段青丝只觉得韩非此人 深不可测 他的确是在试图颠覆择荒者之城 按照此人神秘且隐忍的个性 他仿佛看见了又一个顾听男 又一个寂静之主 果然 能号称人王的家伙 都不是凡人 另一边 潘力天虽然打得艰难 足足酣战了一柱香石坚 从虚空打入海界 从海界打入虚空 突然间 看见张大千爆发 击杀开天境强者 一时间 精神一震 此此觉不能死 眼看着水冬则身后的那俩人神色大变 试图脱离战局 本已洋装处于下风的潘力天 忽然爆起在对面三人愣神的瞬间 眉心涌动 跟着就有一道诡异的凶影出现 那道凶影 只是往虚空一点 竟爆发出了帝尊之威 这一击 哪怕是寒飞 就算挡下来 恐怕也是重伤 果然 十万年大比 只是年轻人的大比 真正的老一辈 还是强大无比的 轰猛龙潘离天 没能击杀安太平 因为他们天蝉家族 跑得实在太快了 刚才能击杀一人 那时出其不意 配合了离天印的压制效果 才完成的击杀 所以 这一回 潘离天选择对水冬则背后这俩人出手 果然 其中一人完全挡不住这堪比帝尊的一击 连肉身带神魂 被瞬间打爆 潘离天高举九龙剑 杀吼声如雷 安太平和那无名强者都怂了 安太平出手 是因为这一次拾荒者之城太出挑了 结实之中 有两人猎袭 这两人 日后必会成为心腹大患 所以 他们才选择出手 而无名强者 似乎就是为了报复 可结果 大大出乎他们的预料 这俩人 一看潘离天还有在战之力 顿时相视一眼 把腿就跑 开玩笑 以一敌三的时候 潘离天都能斩敌 以一敌二 天知道自己会不会被击杀 段青丝看得震惊 潘离天以前绝对没有这么强 他隐藏了实力 而韩非 似乎早有预料似的 只听他道 走 一人一个 段青丝 韩非 我说逃跑的那俩 一人一个 第2499张大道之所 韩非去追的 是水东泽背后那人 这人上来点名道姓 就要张罢千分身 这是瞧不起谁呢 所以 片刻后 当韩非站在此人面前的时候 这人皱起眉头 你是谁 韩非这会是认天飞的模样 正如他所言 出了神都王朝 韩非这个名字会消失 这人没有认出韩非 但却冷笑一声 区区一个化新大后期都不稳的货色 也敢阻我 韩非没有口花花 这人来的目的比较纯粹 就是报复 那自己的目的也很纯粹 就是杀人 只看见 韩非抽出长刀 一刀斩出 诸道归一 力胜且无敌的意志 杀出了近乎帝尊一击的恐怖力量 无敌路的收割 效果比韩非想象的要好得多 现在 韩非随手一刀 都用一种无敌的事 这种事 让韩非的纯粹战力 提升了越有两成左右 现在 韩非还没完全吃掉赵青龙的无敌路 虽是同源 但也需练化 所以此刻只体现在战力上有所加强 什么 怎么可能 那人骇然 这种力量 刚刚才在潘离天身上建国 现在又在一个陌生人身上建道 关键是这陌生人 似乎都没站上化新大后期呢 这让人怎么敢相信 啊此人爆发 燃烧血脉 爆发新珠一击 可下一刻 一道全盲 宛若新爆 照耀长空 轰轰轮毁天灭地般的大爆炸 席卷周围虚空 可韩非还是微微摇了摇头 果然 自己还是低估了化新大圆满的超级强者 两次爆发 都只是将这位轰成了重伤 果然 十万年大比上出现的人 终究还是太年轻 纵然巅峰层次战力 比起老将也是稍有逊色 韩非也不耽误时间 心念一动 那人神色一顿 陷入迷糊 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潘离天在这俩人退后的那一刻 同样没敢逗留 其同还死了 这他也没想到 可是 自己不能死 刚才强行爆发 导致体内封印有所松动 一旦再有反复 怕是有些棘手 所以 潘离天以最快的速度 逃离当场 可即便如此 当潘离天感受到天象 似乎些许变化的时候 也心头一动 自己都跑了这么远了 还能感受到微弱的天象变化 这怕是至少是化 新大后期强者的陨落了 而另一头 段钦斯只是跟着安太平 但没有立刻出手 安太平的速度太快 这是天禅家族的优势 所以 如果可以的话 最好做到一击必杀 或者将安太平给困住 这才是正常的狩猎之法 然而 段钦斯跟了不到小半个时辰 忽然间就感觉此间天象 似乎有些微的变化 顿时 段钦斯和安太平都有些傻眼了 段钦斯想的是 韩非这么快就解决了一个化新大圆满 开玩笑呢吧 安太平则略显惊恐 难道是潘离天又追上来了 这人怎么如此可怕 难道还能以一敌似不成 难道他彻底解开了大道之锁 讲着这一点 安太平立刻快速奔逃 这一下 放开了速度逃跑的安太平 段钦斯也无可奈何 一旦他全速追赶 必会打草惊蛇 到时候再想猎杀安太平 难如登天 只是 为等安太平跑了多久 韩非就到了 看见段钦斯 感受了一下附近的空间状态 不禁疑惑到 你没出手 段钦斯则是同时问道 你杀了那人 韩非咧嘴一笑 搞定了 安太平呢 段钦斯 被天象意便给惊走了 你也知道 安家的人 速度太快 我若出手 只能偷袭 否则拿不下 韩非心说 以前看起来强大无比的段钦斯 不说实力如何 单说速度 怕是不够强啊 韩非 那就追上去 我不信他能跑多久 段钦斯 小心点 安太平和潘离天都不简单 如果不出意外 他们都封印了实力 体内有大道之所封印实力 大道之所 韩非疑惑地看向段钦斯 这个词儿他还是第一次听见 段钦斯 化心大人满走到尽头 身体无法承载力量的成长 又不敢正道 就得想办法封印自己的实力 于是就有了大道之所的说法 体内的大道之所越多 代表此人越强 韩非差异 如果解封了呢 有多强 段钦斯 说不好 刚刚潘离天应该解封了一道 韩非不由得歪头看向段钦斯 你呢 段钦斯 无可奉告 我们不熟 韩非 三天后 安太平直到跑了很远很远 才停下来 这一次 亏大了 潘离天果然还是强大的 刚才他感觉 潘离天几遇爆发 对方体内至少有三条大道之所 超过了自己的猜测 本以为 拾荒者之称 只有一个赵洪荒才是那种话心大圆满的最巅峰强者 但现在看来 外界传言 潘离天仅比赵洪荒弱了一丝 这话竟是一点不假 又过了半日 安太平甚至在某个营地逗留了一下 在此出发后 不过一个时辰 当安太平 踏入一片海域石后 公然间 虚空出现了无数隐私 翁知了安太平的速度 不可谓不快 从他见到银丝的那一刻起 就知道段青丝来了 之前 是他狩猎潘离天 结果现在变成了段青丝狩猎他 难道真的是天道有循环吗 或者说 段青丝其实一直都跟着他呢 下一刻 人未道 声先至 只听虚空之中 有声音传来 安太平 入了我的青丝狱 你的速度会被压制到极限 你跑一个我试试呢 安太平面色一变 随即冷哼道 段青丝 别以为我不知道 你们流浪者之城 这次只来了你一人 咱们又不是没有交手过 不过平分秋色而已 你又赢不了 何必纠缠 段青丝冷喝一声 能不能赢 这次你就知道了 抓砰这边 段青丝和安太平刹那间 进入了战斗状态 因为在段青丝的青丝狱内 所以安太平几乎是被完全压制着的 但是 正如安太平所言 他也没输 安太平的速度太快 体魄和神魂之力都不弱 是相对来说十分均衡的 而段青丝 强在神魂 不过 让韩非意外的一点是 之前以为段青丝速度不够快 其实不然 因为这两人在交战片刻之后 青丝欲被破开一段 在极短的时间内 两人都爆发出了超过了15倍光速的可怕速度 从这一点来看 即便段青丝体破弱 但也已经十分强大了 终于 安太平确定自己的确没法强行冲破青丝欲 这才爆吼一声 段青丝 这是你逼我的 神将 便在这千军一发之际 突然之间 安太平只觉得心头悚然 一股死亡的危机直冲脑门 他下意识地祭出一块令牌 然而 当那令牌出现的那一刻 还没来得及发动呢 他发现令牌没了 在下一刻 安太平只觉得眼神一个迷糊 一个混沌 但好在 神将术 引神入体 所以 安太平恢复得也快 他强行扛住了虚空倒数的力量 刚扛住虚空倒数 安太平报和一声 韩非只听卡卡两声 似乎有什么东西崩断了 安太平的力量瞬间暴涨 只是 为时已晚 他回神的那一刻 一把刀已经斩灭了自己大半身体 一片青丝 扣住了他大半的神魂 安太平至此也没想到 自己竟然是因为施展神将术 而被人钻了空子 并以神奇的力量 剥夺了自己的意识 那名流之际 他似乎意识到了什么 可惜 没有时间让他去思考 他的神魂 仿佛遭受了恐怖的侵袭 直到最后 他也没能再恢复清醒 韩非收起虚无之线 从安太平身上 他汲取到了大量的神魂和生机 对自己做了个简单的补充后 韩非咧嘴笑道 他的尸骸 就留给我了 段青丝此刻侧目 露出惊讶的目光 看向韩非 看得韩非有些发毛 他骇然 韩非的手段 太过诡异 安太平已经爆发了 实力暴涨 可是却没能发挥出来 想把字一样被坑杀了 韩非 看啥呢 段青丝深深的吸了口气道 你是 韩非 韩非不禁一愣 啊 谁 段青丝 目光坚定 别装了 你刚才那等手法 在神东王朝施展过很多次 一次两次没人发现什么端倪 但是你也不想想 到了最后 哪里还有弱者 很多人都知道你拥有这种奇异的力量 都猜测为神术 说是可以剥夺别人的意识 韩非沉默了一下 我要说是巧合呢 段青丝痴笑一声 那可真巧 我一直都知道你肯定去参加了开天境的十万年大笔 可惜从始至终都没找到你 可那是因为 我从没想过 你竟会如此高调 韩非扯了扯嘴角道 罢了 既然都被你发现了 我也就不装了 不过 这件事 还希望你保密 段青丝心头有些震惊 他昔日见过韩非一眼 那时候是韩非碰上潘离天 只是 那会儿韩非只有逃的机会 甚至如果不是自己出现 韩非可能都逃不掉 现在 韩非转眼就击杀两大化新大圆满 这什么概念 此次 恐怕已经强到了开天境无敌的地步 段青丝他们因为走得早 所以并不知道韩非已经击杀了赵青龙 也不知道韩非是虚空神殿的弟子 否则只会更加地震惊 他现在心情只是有些复杂 韩非 自好人黄 要何故听难争夺人黄之位 此次成长如此迅猛 难道他真的能有机会 成就人黄伟业 段青丝神色复杂到 潘离天还追不追 韩非笑看着段青丝 后者豁然领悟 是了 潘离天肯定是不用追了的 这锅 总要有人来背的 等回去 将潘离天击杀安太平他们一事宣扬出去 将潘离天隐藏的实力传播出去 自然会引起原始之城和实荒者之城的下戏 韩非道 行了 该死的也死的差不多了 咱们也该分道扬镳了 对了 我提醒你一件事 务必告诉顾听难 段青丝面色一冷 韩非 那是寂静之主 韩非摆了摆手道 别什么寂静之主了 你回去后告诉他 现在的万灵大帝是假的 棍盾废图有惊世隐秘 让他有机会的话 尽量带着流浪者之城赶紧离开 混沌废图 什么 万灵大帝是假的 韩非 万灵大帝的实力 不只是我 你也应该见过 韩非脸色严肃了起来 我不是在跟你开玩笑 混沌废图有你们根本不知道的隐秘 你管不了事 反正把这话告诉顾听难就行了 第2500张震惊的周晶晶 段青丝匆匆走了 而且还是全速走的 他并不为认为 韩非为因为争夺人皇这件事 而随意地开这么一个玩笑 万灵大帝是假的 那真的呢 有没有真的 而且 他们昔日进入混沌废图的时候 就觉得这地方不对劲 那里的潮汐波泰有规律 那里的海面 等同于未知之地 那里似乎蕴藏着诸多的未解之谜 所以 韩非说的所谓隐秘 段青丝有一定的猜测 所以这才急匆匆地赶了回去 而韩非 则悄无声气地用航海万象仪 指向了潘离天离开的方向 又三个多月后 自然被伏击了一次 潘离天就没敢停留 准备全速赶回石荒者之城 便在这日 张大千分身忽然道 离天大人 我觉得可以开天了 韩非其实有些惋惜 因为潘离天把他们这群 屁海境保护得太好了 韩非其实更想自己 从神灯王朝慢慢地赶回石荒者之城 这样的话 自己或许可以在开天之前 变得更强 不过 潘离天却回应道 先压制着 等回到石荒者之城再说 荒野之上风云鬼绝 现在停留 非是恰当时机 潘离天有着顾虑 是怕原始之城或者流浪者之城的人 在混沌废土外等待着自己 如果双方联手 那自己可就难办了 韩非想要借机停留 没有停城 只能随着潘离天一路往混沌废土跑 一看潘离天顺利地进入了混沌废土之后 韩非微微皱起眉头 罢了 反正石荒者之城都是要回去的 红月他们现在也不知道怎么样了 按理说 红月应该随时要开天了 其他人在屁海巅峰这条路上也很扎实 独独缺少了一些历练 回去也正好看看他们有没有开天的机会 至于周晶晶他们的海外堡垒 可能也在混沌废土附近 看着潘离天一路往混沌废土里面而去 韩非想了下 还是先去找一下周晶晶他们 他们的巨金堡垒里面也有十几万人 虽然目前来看那些人都很弱 但这都是潜力骨 自己需要的不是一个人强 需要的是人族变的强盛 若大种族 哪有说一下子变强 就能跨越好多个台阶的 甚至尊者到屁海 都是一个极大的台阶 能把这些一步步走好 目前已经算是不错了 而潘离天 直到进入了混沌废土之后 才长长地松了口气 不知道为什么 这一路上 他总觉得怪怪的 就好像有人在暗中窥视着自己一般 这让他直接拒绝了叶峰流要开天的申请 好在 当自己进入混沌废土的那一刻 那种被窥视的感觉就消失了 这才让他紧绷的神经 慢慢的放了下来 经了清思绪 潘离天直奔识荒者之城 另一边 再就找到了在混沌废土外 稍微偏远一些地徘徊的巨金堡垒上 周金金他们正在挖掘着一处地下海底矿脉 挖矿的 是巨金堡垒的两个开天静老人 周金金没有亲自动手 而是一直在观测新海 虽然这里十分的荒芜 但也不代表这里就没有危险 他需要时刻注意着 此刻 大量的零食 矿脉 地脉泉水被掘去 有人道 金金 这处矿脉的资源真的没多少啊 这么找找挖挖 咱们至少还得挖个好几十年 才能让你彻底地划新 另一人也道 是啊 金金 我说我们还是往资源富饶的地方去吧 这都五十来年了 他也没来 我估摸着 这一来一回 可能得数百年 我们去中部再劫掠数次 可能就够你划新的了 周金金道 不用 既然说好的事情 那就别想那么多 慢事慢了点 但是我们这些散修 什么都不多 只有时间最多 我知道你们两个也要划新了 都没有资源 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情 我们既然赌了 那就赌得彻底一些 其中一人道 金金 你觉得 就算跟随那寒飞 他会给我们足够的资源划新吗 金金你三十六万里划新 我们俩虽然开辟不了那么大的本源海 不过就算现在划新 也得二十八和三十万里划新 还有巨金堡垒里的那些小子 数十万人 嗷嗷待补 需要的资源可不是一新半点 我倒不是不信韩非 只是觉得吧 可能他也没那么多资源 你想想 他自己也没划新呢 他划新的资源 肯定比咱们要多啊 另一人微微一叹 理通 算了慢慢来吧 其实去中部也不好 忘了老马和老刘怎么死的了 咱们去金堡垒五大开天 现在就剩咱们仨了 资源 那是要拿命去换的 我觉得 韩非的潜力肯定比我们好 只要这万年大比他不死 崛起是肯定的 说不定 现在已经划新了 跟着他 只要他能一直快速变强 将来也说不定会比在中部混得好 理通叹了一声 得了还是老王你想得开 金金 这处资源点快采集光了 要绝根吗 绝根 指的是彻底断了这处地脉 资源再生的可能 好处是 可以多或许两成左右的资源 坏处是 一旦绝根 这处地脉就废了 不会再生出资源 将来也就没法再从这里获取资源了 周金金摇头 不 留着 天地间的资源是有限的 再说绝根也多弄不了多少资源 忽然 虚空洞开 周金金等人顿时骇然 谁靠得这么近 他们竟然完全没能发现 只听周金金爆喝一声 快回来 好 然而 一道光影直接就出现在了三人中间 等他们定睛一看 纷纷瞪大了眼睛 这 这不是韩非吗 韩非扫了几人一眼 又看了眼这处范围不足万里的资源点 淡淡道 我回来了 难道没点掌声和欢迎什么的 李通和王须 心头一叹 然后朝着韩非微微拱手 见过主人 虽然喊着主人 但那是没办法的事情 已经奉韩非为主了啊 虽然到现在他们觉得也没获得多少回报 就把自己命给卖了 但以后总是要跟着韩非吃饭的 所以这声主人 不管怎样也得喊啊 周晶晶也是眼睛微亮 你 主人 你回来了 韩非微微点头 看向周晶晶道 咦 我走的时候给你留了一些资源了 这么多年下来 你怎么还没化心 周晶晶微微张嘴 随即只听李通道 主人 晶晶已经很努力了 咱们可不止晶晶在化心 去金堡垒还有很多人等着资源呢 为了不影响他们的修行 你留下的资源 这些年大多还是给他们维持修行了 韩非听出话中似乎有一丝怨气 不过这也不怪人家 毕竟自己作为主人 这些年 自己的确没帮什么 他又看了眼这资源点 想了一下 随口问道 周晶晶 你多少万里化心的 韩非和周晶晶他们分别的时候 对化心还没什么概念 所以并没有问周晶晶化心时本原海的大小 周晶晶一边有些惊喜韩非的归来 听韩非询问 倒是精神一案 直言道 36万里 说话的时候 周晶晶精神略显暗淡 似乎对于36万里化心 有些失望 然而 韩非却微微点头道 天数化心 还算不错 你现在还缺多少资源 天数化心 周晶晶不懂这个 只听韩非道 所谓天数化心 就是25万里 36万里 49万里 64万里 这种和和之数化心 比如36万里天数化心 其潜力可能比48万里化心的人更强 什么 顿时间 周晶晶惊呼一声 这 真的假的 李通和王虚也惊呼一声 化心还讲天数 韩非点头 然后看向李通和王虚 你们俩呢 现在本源还多大 李通王道 主人 我28万里 王虚 主人 我30万里 韩非微微点头 然后看向周晶晶 你呢 还差多少 周晶晶脸色微红 大概 还差20万里的资源 韩非心头一动 周晶晶进展的慢 可能不仅仅是因为资源 还可能是因为能量 韩非 你是否觉得自己化心的时候 资源消耗的太快 周晶晶闻言 眼睛一亮 随即连连点头 是这样 主人 你难道已经化心了 韩非道也没告诉他们自己现在的级别 只见他微微点头道 随即 只见他随手掏出三枚小世界 直接甩向这三人道 这三个小世界 每个小世界有43万里纵横的资源 你们先拿着化心 呲 啊 一时间 周晶晶瞪大了眼睛 李通和王虚相识一眼 都震惊地说不出话来 四十万里纵横 那什么概念 都快够他们俩直接化心了吧 为理会周晶晶他们的惊讶 只见韩非随手又丢出一枚小世界道 这里还有一枚小世界 也有四十万里纵横的资源 用来维持聚精堡垒里的人修行 还有 你们稍等我一会儿